去 这个混蛋竟敢抓我的女儿 下次碰到她 我绝饶不了她 要不是她打乱了我的计划 这一次差点就拿到天幕碑了 让啊 不要灰心 你能活着回来 我已经很欣慰了 好了 去休息吧 爸爸 什么事 有件事我想问问您 我到底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傻孩子 你不是我的女儿 那是谁的女儿 小嫂子 你停下 听我把话说完 你是天宫国际学校的学生 你来自法国 你爸爸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 我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胡说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竟然听信外人的谣言 真是让我伤心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我从哪里来 我的家在哪 我的妈妈是谁 为什么过去的事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那是因为你失忆了 你不是想知道你的妈妈是谁吗 她就是我的妈妈吗 她的名字叫安娜 这是你三岁的时候 我情镇子里最好的画师画的 那是我们一家生活在遥远的北海边 这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镇 爸爸 爸爸回来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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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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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thday 爸爸 今天 爸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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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秘隧道里 我们幸好得到了这艘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船 还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大海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回家的路 只有回去才能继续寻找你的妈 才能找那些该死的海盗报仇 对不起 爸爸 我不该听信别人的话 孩子 爸爸没跟你说这些是怕你听得难过 你知道爸爸有多爱你吗 孩子 爸爸 大王编的故事真是太感人了 我看你的脑子真的是摔坏了 除了让娜首领不是大王的女儿之外 大王刚才讲的全部都是真的 那大王 那大王为什么要撇上那首领呢 让娜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可是 你和我的女儿凯蒂真是太吓唬了 你和她一样 都是那么活泼好动 聪明勇敢 看到你 就像见到了我逝去的亲人 爸爸 您放心 下次我一定夺到天幕碑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天幕碑的力量穿越回家 好孩子 爸爸相信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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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傻瓜 你们休想得到天幕碑 我才是天幕碑的主人 你们可以创办法 微 למ� ama 快知道 四同号 离开了大缺之后 一直向西航行 穿越大海到达了金塔 也就是未来印度东南部海岸的金岞 快看那边 因为帮助了舒难陀王子 仇然救灾 刺铜号名声大振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都受到当地人们的热情接待 大家互通有无 互惠互利 大家都没有 看我也来这个 快点 爸爸 没事吧 你的功夫又长进了 爸爸 你要加强训练了 我才使出八分力呢 大王 此同号有消息了 他们在哪儿 他们已经到达了金塔 现在正沿着海岸向南航行 真是牵住我也 刀鱼 铁线 马上起航 夺取天墓碑 做命 大王 大王且慢 不认识 俗话说强功不如智取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倒有一个夺取天墓碑的妙计 塔努又在跟大王比较什么 一定不是什么好主意 每次都让我们打头阵 他在后面向功劳 不信 我不允许让那冒这么大的风险 大王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爸爸 让我去 我不会有事的 你 你放心 这次我绝不会失手 开饭了 肉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着什么急 又没事抢你的 就是 吃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给大家包肉粽子吃 最近一路平安 生意特别的红火 所以我特意让青儿犒劳大家 一会儿还有红烧肉 真的 我才说 你这只铁公鸡终于拔毛了 你臭小子 你怎么说话呢 还想不想吃 船长 海上发现一艘奇怪的船 什么 去看看 走 走 走 我们也去 奇怪 船上一个人也没有 好像被人遗弃了 可是如果遗弃的话 船上怎么会亮着灯呢 瞧啊 船周围还有很多死鱼呢 什么 这么诡异 不会是幽灵船吗 幽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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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不是幽灵船 你们看 是 杀 鱼图腾旗 是西古尔德的海盗船 完了完了 我们一定是中了西古尔德的埋伏了 不会的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早就被攻击了 我想 他们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危险了 不管是什么 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 阿满 立即改变航向 是 等等 船长 我想去海盗船上查看一下 你这孩子 又说疯话 现在逃海来得及 你还往火坑里跳啊 我的朋友让娜 如果在这条船上的话 我不能就这样走开啊 你 成天说海盗是自己的朋友 你脑子糊涂了吧 清儿 我是认真的 你别打岔 自作多情 人家可没把你当朋友 听我说小琪 这船的周围漂浮着这么多的死鱼 船上的人很有可能遭遇了瘟疫 为了你还有大家的安全 我不允许你去冒这个险 是啊 可是船长 如果是你的朋友在那条船上 那你会扔下他不管吗 这 那味道好臭啊 以后上去 千万不要乱碰船上的东西 以免被传染 他根本不被传染 他也不肯定 他不肯定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他就肯定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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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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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让那 她的脉搏很微弱 需要赶快治疗 来 船长 让那怎么样了 她已经脱离危险了 幸亏有青儿熬的汤药 不然的话 谢天谢地 青儿 想不到你还会治疗瘟疫 这是我跟舒丹陀王子学的 你们去酬粮的时候 我跟王子学了不少医药知识 青儿 谢谢你 你确定他就是你的朋友吗 你可不要引狼入室 不会的 我对天发誓 他就是 快看他 他醒了 正儿 你醒了 小琪 是你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小琪 我全都想起来了 西古尔德不是我的父亲 我们是一起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你恢复记忆了 太好了 可是你怎么会在海盗船上还染上了瘟疫呢 就是 上次离开你们之后 我本打算回去找西古尔德弄清真相 可是 在路上遇到风暴 不得不停靠在一个小岛上 我们正在胸里船只 突然遭到岛上土著人的袭击 其他人都被土著人抓住了 只有我逃离了小岛 但由于中了土著人的毒箭 感染了瘟疫 我真后悔没有早一点相信你 这也不晚 要不是经历这番磨难 你也不会恢复记忆的 更不会遇到我们 是啊 张纳 等到了僧加拉解开天墓碑的秘密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真的 那太好了 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 亮纳终于找到了 我们继续向南航行 朝僧加拉进发 僧加拉 我来了 僧加拉 我来了 管才叔 小岐高兴是因为要解开天墓碑的秘密 你怎么也这么高兴 不知道了吧 这僧加拉人称宝石王国 出产的宝石色泽鲜艳 质地纯净 而且个头硕大 这下我沈万才又有大收获了 宝石王国 是 是的 传说 那里的宝石 都是佛陀的眼泪结成的 佛陀的眼泪 传说中 魔王派了三个魔女前来诱惑佛陀 想破坏她的修行 但佛陀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佛陀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们的较量还没有结束 此时佛陀已在菩提树下证悟 听到魔王发现的炉事 佛陀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这便是僧加拉宝石的由来 这个故事好伤感 要是多哭一会儿就好了 那样宝石就更多了 你到底有没有提示 好 我错了 不过 不过佛陀既然已经打败了魔王 为什么要流眼泪 因为佛陀担心以后魔王还会被害人间 所以流下了眼泪 我想佛陀是因为自己无法阻止魔王 他很自责 所以流下了眼泪 清儿 你说呢 我觉得佛陀流泪是因为 想到即使是魔王那样的坏人 作后遭受严厉的惩罚 佛陀也会流下同情的眼泪 说得好 佛陀的爱是无死广大的 哪怕是对那些伤害他的人 怎么可能 一个人怎么可能爱他的敌人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伟大的爱 听了船长讲的故事 大家心中都生起了一股崇敬的心情 我们也终于到达了森迦浪 这里和传说中的一样 人名淳朴善良 国殿威然壮丽 风光多姿多彩 真是宛如仙剂 是 原来你们是来寻找贝叶经的 是的 尊敬了国王 希望您能帮助我们 你们有所不知 贝叶经藏在圣族山 由摩哈纳摩长老守护 要去那里 必须经过虎豹出没的丛林 毒蛇已居的岩洞 最后还要盼上陡峭的绝壁 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从前有很多人为了得到贝叶经 前往圣族山 都是有去无回 就算再难 我们也要试一试 因为只有找到贝叶经 才能开启天墓碑 这样才能送我的朋友小琪穿越回家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再阻拦你们 我这就安排送你们去圣族山 多谢国王 好 太好了 只要找到贝叶经 就可以解开天墓碑的秘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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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